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今天在苗栗的場子 原來特別南下 要來拉抬苗栗第一 第二選區兩位立委候選人的身世 日子同時 他也找來了前衛副部長陳時中 以及前行政院長蘇貞昌 幫忙站台 我們對苗栗只有進步 進步 進步 選民高舉旗幟用力揮舞 在其聲喊出動蒜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來到苗栗通宵 出席後援總會的成立大會 力挺兩位立委候選人 民眾連上戴上口罩 身穿後外套包得緊緊 即便天氣寒冷 也要到場全力支持 前衛副部長陳時中也來了 我們才能夠從12月底的時候 開始做登機檢驗 然後一連串我們的防疫的措施 我們有253天的零確診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我們選對的人 雖然早就退下部長身分 但還是忍不住提醒幾句 做好防疫出入醫院戴口罩 而彭吉蘭怡更是搬出疫情時期的相關政策 另外還有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更特地有備而來 中國一片紅 周邊14個國家也都全部淪陷 只有台灣跟日本還守住 連都是紅字 然後蔡英文總統一上台 馬上可以轉為英語 拿著撞球感 筆劃PPT 闡述疫情實情 被罵狗關 還抵制非洲豬瘟 再拿出官方數字 猛攻濫贏 美德贏台灣 支持賴清德 團結氣勢 擋不住選戰進入倒數階段 一刻都不得嫌 要把握時間獲得支持 拉住聖明的星期 這種報導